因为将黑老大演绎得太逼真 他频繁登上热搜 甚至还被网友调侃 轻易彻查张宋文 不像是演的 回头想想 似乎很久都没有一个演员 获得过如此赞誉了 而且很多演员上热搜 都是因为八卦 靠着演技上热搜的 还真是难的一见 张宋文的演技有多牛 高启强这个角色 让人看了又爱又恨 甚至隔着屏幕都能闻到 小摊贩身上的鱼心味 以及黑大佬身上的高奢香水味 曾被嘲笑向诸如 世系三年被拒840次 成绩20多年 46岁的张宋文是如何翻身封神的 13岁那年 张宋文的母亲患癌去世 17岁直高已毕业 张宋文便辍学打工补贴家用 什么苦活累活都干过 只不过工作虽然换了很多 但都不是他热爱的 到了25岁 攒购第一笔钱后 张宋文重演演员梦 又跑去北京 考入了电影学院表演班 但班上25岁的张宋文 可以说是年纪不小了 但他却是最刻苦最勤奋 作为土生土长的广东人 为了能练好普通话 改掉那憋脚的口音 他坚持每天晨练 甚至还在嘴里含了一块小石头 是要在四个月内 纠正自己的口音 毕业后的张宋文还因表现优异 被安排留校任教 只不过收入微薄 演戏机会太少 于是业余时间 张宋文便会和好哥们周一维 一起跑剧组 为了得到演出机会 张宋文曾向各个剧组自建 三年实践疯狂跑剧组近800多次 然而换来的 却是一次次的无功而返 第一年被否定了360多次 第二年跑了280个剧组 还是全军覆没 第三年又跑了200个 依旧是毫无收获 而在这800多次的剧绝中 有位导演的话 可谓是字字诛心 他嘲讽张宋文长大 还是个大脑门 像没进化的诸如猿人 当不了演员 就连一旁的直片人都起哄帮腔 要他们赶紧赶行 少走弯路 但面对别人的冷嘲热讽 张宋文依旧只能低声下气 恭恭敬敬道谢离开 一次张宋文跟随剧组 在沙漠中拍戏 看到风沙中参合乱飞 他忍不住拎着垃圾袋捡了起来 谁想越走越远 转头竟发现剧组的车早已离开 他连忙打电话给剧组老师 结果人家也大不理地表示 喜欢捡垃圾 就留下慢慢捡 最终张宋文还是将低潮气挺了过去 三年时间 细节自是相当苦楚 但他却乐在其中 而他一旦得到了角色 都可以活出去性命 张宋文一直贯彻的表演不是演 而是还原 于是他饰演的剑委堂主任 袁华虚伪 让楼叶都直呼象象象 在拍《革命者》时 为了还原先生的跛脚状态 他在自己鞋子里塞石头 而在拍摄处以绞刑的那段戏时 张宋文更是假戏真做 不仅不用替身 还要求撤掉肩膀上的威亚 就这样被吊着反复上架近40分钟 拍摄结束后 脖子上硬生生被勒出了一圈红硬 与那些日薪百万 我就值4000万的演员相比 张宋文真可谓是娱乐圈中的奇葩 当年无戏可怕的张宋文生活能有多贫苦 有时一年的收入仅仅只有几千块 每天只能去赛市场买剩菜 有一年眼看要过冬却没钱买煤 正在这时 恰好有导演找到他 让他出演一个角色 如果这部戏谈成 他便不会再因为买煤钱发愁 然而张宋文却因为不喜欢角色 拒绝了合作 好友劝他 先把过冬买煤的问题解决了再说 可张宋文却坚持 宁可冻死都不接烂戏 从悲剧800次 被嘲笑像诸如 到寄精四座的狂飙人生 张宋文的爆火绝不是偶然 在出演隐秘的角落时 张宋文操着一口标准粤语 将一个搅滑精明的老板演绎的灰声灰色 为了能还原朱永平失去女儿后 独自坐在小摊上吃馄饨的悲痛状态 他更是特意三天没吃东西也不说话 于是那段深夜痛哭的片段 也被网友称赞是神级表演 只不过此时的他虽然已经因演技出圈 但热搜评论最大的 却是他买不起房子 如今 张宋文又凭借狂飙大火 热搜不断 热度居高不下 从一个底层小人物被欺负的 卖鱼小摊贩 到被逼上梁山 任干爹成大佬彻底黑化 张宋文把黑老大高企强的 每一个阶段的眼神 都能尽确到位 为了还原小摊贩的真实现状 他抛在海鲜市场不走 于是才有了剧中 有人来找时 鱼缸里撩一把水洗手后 再在围裙上擦一擦的细节名场面 甚至在剧中角色 一步步翻身黑化后 网友们还总结了他的成功经验 看孙子兵法 任干爹 25岁考进专业院校 44岁吃馄饨出名 46岁的张宋文这次终于火了 而大气晚成至今未婚的他 闲暇之余 就喜欢种些花草果蔬 一张逐良性能用20年 张宋文的生活态度 值得我们敬佩